大家好,我是冷人哥 又是英港樓市信箱的时间 今天亦有四位观众 第一位观众问 现在的陆子居价格下跌了六千多元 已经很贴近深圳价,是否应该抽呢? 第一位观众问,刚刚坐了首期 问可不可以买私人楼 或者用陆表抽新的居屋 而第三位观众问 曼城有哪个区是比较安全的? 第四位观众问 现在有一层自住楼 但是看到楼价不停跌 究竟好不可以买了一层自住楼? 我会就着这四位观众的问题 而一一解答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 请帮手订阅,请赞好和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手看完这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好了,开始第一位观众 拉人哥想请教你,我本身住这个公屋 因为新增了家庭成员 所以就要搬大屋 好了,我一直听你的频道 就知道最好得到2027 之后才入市 我认同香港深圳的楼价 始终会出向一致 我想问,如果用陆表抽这六字居 市价就不容易接到 或者买二手未保地加的居屋 现时的高峰期 已降到三成左右 是不是一个好做法? 即是白居易去做 因为新一期的六字居为例 平均的赤价 变成了6470元 已经很贴近深圳价钱 我先跟你介绍一下 你现在的六千多元是五二折 如果你有一天 你要卖出去的时候 你要补回地价 是不是? 我们叫差价地价 补回地价 给政府 那时候 你又不见了大约一半 因为你是五二折 即是你不见了48% 所以你说 如果你想贴到深圳的楼价 就没问题 你应该不是用六字居 或者用白居 或者居 你是用什么? 你是用香港的私楼 贴到深圳的价钱 买应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也说过 最后这个大湾区的楼价 应该是出向一致的 尤其是深圳和香港 应该是出向一致的 现在还未一致 因为你是有折扣之后 你才和深圳一致 你还未有折扣 还有现在六字居 我相信最近多了人申请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近年 政府打压那些库户 亦都抽查得更重要 叫那些库户 所以那些库户 现在就 纷纷出来买这些六字居 或者居屋 给政府 所以最近有一批这样的需求 但是这些打压 其实一开始是最猛烈的 跟着大部分人做了之后 我想这个居酒育市场 白居宜和六字居 就会趋向平淡 我想现在也是因为第一波 这样打压 所以明天突然间 好像很多人抢 其实大家一心想 是不值得的 有钱都要买市楼 因为每天你买出去 要给予保地价政府 是非常不值的 所以我认为 要是先租住 反正你也是租住几年 现在租住一定有好处的 就是找一些新型的屋苑 租住 新屋 住一些新屋苑 业主都没住过 租客就可以进去住 居住几年 因为现在租屋 是业主正在補贴给租客 所以我认为先租住 等到二六二七再想想 好了 各位观众 他就在香港毕业了几年 有这个公屋住 他说刚刚就存够了首期 那想买私人楼 还是陆表秋 这个新屋号 是不是不太明智 下面有观众都回答他 就不要买了 公屋就是一个人生赢家 我不说人生赢不赢家 我着眼就是 刚刚好够首期 你的首期有多少钱 是一成还是四成 是吧 我猜你刚刚不入的意思 是存到一成首期 一成好四成好 那我也解释一下 譬如你说 一成首期 楼市跌数百分之 你的首期都蒸发了 好了 存到四成首期 楼市跌四成 你又蒸发了首期 除非你说 好像有些什么事 你买了 你跟我上个课程 跟着跟我买楼 跟着楼价大升 除非你觉得 未来楼价会上升 所以你的首期才不会输 如果你认同 我这几年的楼价 都是跌的 其实你的首期都蒸发了 没有意思 即是 你这么早进去买 是没有意思 你一定要等到 那时跌到残 或者还痕 以后不会再跌下去 那你才买 好似下面的观众所说 你住在这个公屋 已经是人身的赢家 那你因为住在这些公屋 那才能存到一笔 所以继续存一笔 我相信 现在你畢業了几年 再存到收期 那你再存到几年 就 我觉得你的本钱更加好 不用怕楼价跌一成 其实你的首期就没有了 所以暂时 我想 除非你说有结婚需要 或者有这个 生了一个新成员 我想你都没有结婚的 那如果你有结婚需要 其实可以先租住 我都觉得 未必一定要出去买楼 第三位观众 就是问这个英国楼问题 拉人哥 我有意义 移居英国 请问曼城哪一个区 就比较安全 三房半个独立屋 和一个独立屋 但是有多少磅 就业机会有多少呢 借借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曼城哪一个区 比较安全 你租回南边 就是Sale那边 就是这里 你是多香港人 那么 南边的治安 比北边就好些 但是 如果你是独立屋 和日本独立屋 都挺贵的 其实都很参差 就算你Sale那边 那个价钱都参差 要看看你屋的大小 是吧 今天还有看你们的方向 你一个地点 一般来说 如果是Sale那边 我估计 这个半独立屋 应该都去到差不多50万磅 那独立屋 应该就难点找 都是比较有旧 那我想都要60万磅 左右 为什么我会知道 这些价钱呢 因为我拍了一段视频 去年 我也不是Sale 我去了下面 即是 Greater Manchester 的Stockport 它有些新楼 你知不知道多少钱 新楼 70万磅三房 哈哈哈 哇 真的神经病 香港以为很便宜 但英国来说很贵 70万磅三房 即是Sale那边 应该就没有新楼 因为那边都是旧区 就没有发展 如果你要住新楼 你要去到这个Stockport 其实我有个拘调 就是去Wallentown Wallentown 如果真的 30万磅 都有机会找到半独立屋 30万磅 找到 30万磅 找到独立屋 即是 住得比A5 住回这些区 我觉得可以 最后一个问题 就问 就职机会有多少 其实 我又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 对吧 你说你什么工作都不怕 什么工作都做 那不如做工厂 做工厂 就不能住在曼城 就去Wallentown 即是 我都比A2 A3 A4 A5都可以 你住在这个 Wallentown 因为Wallentown 那边都多工厂 那 你说不是 所以找些文职 文职是否在曼城才有 如果文职是曼城才有 不如你也不要买房子 我觉得 直接住在市中心 租房子 我一向回来英国 就买房子 但租也不怕 租的那家 不是来的 或者你觉得不舒服 便找个第二间租 其实租是最弹性的 而且我都觉得 你初来英国 起码租一年楼 看看你喜欢哪个城市 到时你未必喜欢曼城 你可能上去List 又好些 或者上去Skotland 又好些 或者也不好 我回到伦敦 都可以 租就比较弹性 你去买房子 就麻烦了 最近我看另一个YouTuber 英国YouTuber 他专门拍一些新楼盘 周围去看看 新楼盘 他前几天拍了一条片 早六天 9万磅 全新楼 五星金发展都没有取消 其实 大家千万不要去 那个地方叫做Stock on Train 很差 治安 还有你们去到那里 没有工作 其实英国人都不敢住进去 我一直就介绍这些 我觉得是新楼 但问题 你进去 我觉得有没有命 回去呢 哈哈哈哈 治安非常差 他旁边就是酷 酷有个YouTuber 每次人都在酷 我经常介绍 酷的楼盘好 浪漫 大气 酷有个Stock on Train 那些脚子在旁边 那些侄在旁边 你那些贼佬 只是在Stock on Train 他不会走到旁边 所以酷就反对大家去居住 但我这一句 应该得夺了很多香港人 因为我知道 有百多伙 香港人已经进去酷 可能就经过 两宫破的YouTuber 在这里介绍 两公共和一个女孩 这个一楼介绍这个 Stock on chain, 这个不可以去住 而那个Youtuber介绍的组织更加不住 因为其实人们以为组织自安安全 大家先看看这个法序率 好了, 最后一个观众, 这个Paula Zhang 他就问了, 本身有一层截住楼 看现时楼的向下, 买出租 或者是继续截住好呢? 请给宝贵意见 下面的观众都回答去了 如果有人买的话, 价钱合理, 100% 买 其实我也是赞成买的 因为我看这几年有楼市都向下 你卖了去, 你拿回一些钱 放在银行收息 接着, 我想收的利息 应该足够租楼的 因为其实现在租的好处 尤其是租新楼 业主自己都没住过, 就给你住了 他还要帮你管理费, 差响 即是最贵的两个, 去扒贵了 因为现在新的管理费 我觉得租住才有好处 等到2627大家再看看市况如何 任正非在2023年曾经说过 他说中国 2023年是最后一年 未来十年他都说差 大家认证了一年 2024年是否比2023年差 是的 那我们看看明年是否25年 比2024年再差 如果任正非被他说中 那大家就大麻烦了 因为中国死了, 香港死了 董建华说 中国好, 香港好, 反过来 中国死了, 香港死了 没办法 大家都看到了 疫情被他逮捕 又要搞这么多政治事情 又是被他逮捕 你想想 他搞这么多事情 搞到香港 就变成今时今日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和先收听 还有大家有问题 就不要在下面留言 因为我看到有些观众 好像在下面留言 去到上次的影片 我叫大家在那里留言 我分享了我对英国和香港楼市看法的影片 应该是一个星期前 大家去到那条影片留言 我会在那条影片找出来 如果大家习惯在下面留言 我这条影片 我都要看你的问题 我就会比较烦 或者我回到英国 我重新开一个新影片 叫大家在那里 重新留言 好了 今天时间够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和先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